好直居來看到的呢 是桃園機場的第二行下 這個月大停電 那行警說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外包的工人試圖用油壓檢 來檢斷電量貨 這是在11號 但是消息一出 大家都說這個理由可以接受嗎 真的很離奇耶 那麼翟學恆也貼出了 實際檢通電中的高壓電來影片 大家就說如果讓檢呢 用油壓檢真的會活活被電死 工人沒事是台灣奇蹟 還有這位是曾經被220伏特電過的 各位網紅說傻眼了 如果說大家看到報導是真的嗎 那麼檢警積壓的應該不是活人 因為這人應該已經被電死了 只是全台各地停電事故頻傳 大家對於台灣到底缺不缺電 不斷的在討論 中火狂燒用費來換 但是依舊不缺電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現在直接直求對決了 就要來問問民進黨政府缺電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他說停電不是缺電 限電不是缺電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缺電呢 他說台北市被限電 光是在東區的門戶計畫 21處大型的開發案 都沒辦法來供電 他認為說未來還有11案 應該也會到同樣的狀況 包含了在淘機的停電是因為有人要來偷電纜 那麼在其他地方的停電都怪鬼小動物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政府這樣的一個說法 大家你覺得能夠接受嗎 還是覺得離譜至極呢 我們帶來看 台灣如果停電政府說絕不是缺電 除了小動物會害停電 淘機停電怪罪是小偷用油壓剪去剪高壓電纜 淘機停電後只拿油壓剪的賊都還好端端 有人懷疑停電根本不是因為有小偷 網友紛紛嘲諷請王美化部長親自示範 通電的高壓電纜要怎麼剪 這人沒有原地往生 台灣已經創紀錄了 檢方擠壓到的應該是礁石吧 梢莊不努力長大塔綠班 專家也說通電中的電纜怎麼可能用油壓剪去剪 它送電了當然不能剪 送電它沒有節炎 它會產生電弧 這個一千多弧的東西 你剪下去會出輪命的 如果你油壓剪去剪那個高壓電纜 那個電液通過 你應該是立馬會變成焦 燒焦的這個屍體 連續幾天各地輪流 因為小動物誤出電纜停電 但為什麼有人只停電15秒 有人卻得面對停電4個小時 台電的配電系統 現在大概都會由自動轉過 以前的假如說有一條線不同 另外一條線你會立刻的補上來 他們自動轉過系統 是因為它還有設備的損害 都應該有才對 所以到為什麼今天鳥 明天松鼠 後天老鼠 都怪到動物上去了 我覺得你防護當然要做好 這動物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全社都有 那全社到處在停電 到底是哪裡螺絲鬆了 政府若不深切檢討 難道要百姓每天去罵小動物 記者張澳 彭氏 郭豪 A3G小組 台北報導 現在這個台電停電事故頻傳 中火為了支援全國用電 可以說是火力全開 在中火的部分 可以看到3月3號全台大停電 當時七部的燃煤機發電量 飆破了99% 那麼到了16號 七部燃煤機發電量飆破了94% 所以讓中部地區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包含了在彰化的部分啦 雲林 嘉義 台南 看到這個空瓶的部分 都達到是對所有健康市族群 有不良影響的一個紅色的警示 有人就說了不要再說呢 這個台灣不缺電 空屋是大來大陸吹來的風 現在中火這樣的燒 真的是讓中南部說 停電商費選一個 現在燒沒事不演了嗎 現在中部地區空氣品質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然後台中彰化變成了霧城 霧蒙蒙一片看不懂 從高樓往外看 台中市區一片灰蒙蒙 建築物的輪廓全部看不清楚 空氣真的也太糟了吧 像我有過敏性鼻翼的人 整個都睡不著覺 難怪台中那麼多人沒抽煙 也得廢線啊 臉要洗很多變才會乾淨 台中能見度超級差 髒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彰化也變霧城 縣西陸港和美空品全亮紅燈 早上還在考慮要買那個清淨機 出了安排幾乎 犧牲恢復的空氣發電啊 空氣漲到極點 但中火石部機組還是開了七部 矛起來燒 發電量最高更突破97% 前日大停電 現在火力發電廠火力全開 台中人都用廢發電就好了 是用生命再燃燒 燃燒生命去花光這個電啊 台電否認火力全開 但坦誠因應用電高峰要提高發電量 最近的用電量比較高 所以其他的機組的出力會比較拉高一點 那等到離風的時候呢 會把它的出力再往下降 台中人崩潰質疑不是說不缺電嗎 空氣這麼髒 中火不加速減排 為了支援用電發電量還標破97% 錯誤的能源政策要百姓用費發電 拿健康來換 由楊晶三警察 SNG小組台中彰化採訪報導 如果您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